大家好 我是小林 点赞订阅 小林再见 每天 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火爆 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 坏消息 出大事了 尤其是上海的小伙伴们 可是要当心 不能 不能小心些 这死的最快的 尤其是活在中国 这片土地上面 就像我们经常说股票 不要抄底 不要整天有绞心心 你反弹 赶紧抄底 我说了地板 你以为是个地板 谁知道下面还有个地下室 地下室 下面还有个排水系统 下面还有十八层地狱 你一层一层数下去 所以不要低估 中国共产党的邪恶 那是不得了的 今天看到个消息 马上给大家分享 我分析了一下 根据各种官方公告 不是我们造谣 那可是真家伙 官方公告 这次很可能是真的 上海小伙伴们 这个大灾难 很可能才刚刚开始 啥事 首先是一则截图 传言 传遍了上海网民的朋友圈 就说各位同事 这两天 各种平台有其手送货的 想办法囤一周 赶紧去囤 接下来全是要彻底的 发明了一个很邪恶 很邪恶 杀气腾腾的一个词语 叫做什么 静默 静默一周 哇靠我听到这个词语 什么叫做静默 什么东西最静默 死人 全死光了 那真是春草不生 什么叫静默 也就是你坑都不会坑一声 我之前就说了 这个中国韭菜 为什么叫做韭菜 韭菜就是植物 植物就是不会出生的 你还有你想想 那个猪啊 那个羊 宰一下 它都会叫啊 你想想鸡也会叫啊 韭菜呢 静默 没有声音啊 所以非常恐怖 你看要你们静默 它使出什么招 让你们静默呢 那可是啊 所有快递要全部停止啊 这个上海市政府开了紧急会议 那当然这个里有些小清新啊 活不下去的小清新 那看到这个图 哎呀不信鸟 不喘鸟啊 我们相信政府啊 然后我研究了一下啊 我觉得99% 为什么呢 最起码 家定区 已经是定了啊 家定区 你看吧 啊 是家定要开始静默五天啊 取消所有快递 所有外卖 团扣拼团 请大家想办法 背些什么 怎么想办法吧 你都关了一个月了 现在让我想办法了 这个 这个 怎么想啊 就是 是不是啊 我难道真的啊 你这样抢 抢邻居的吗 难道我 哎呦 所以这很 很邪恶的吗 想办法 我就问 怎么想办法啊 是吧 所以 渡过静默期啊 连这个上海官方的辟谣平台啊 向这个家定区防控办了解啊 也是证实了 说根据四统一部署 从4月15号到4月21号啊 全区采取全域静态管理 全员核酸检测啊 全面流调排查 全哇 几个全 全民清洁消杀 呦 这个民 怎么这个全民怎么清毒 清 清洁消杀啊 那有人的地方 你想想 人的 人的 怎么清洁消杀 把人的人都没有了 这个清洁消杀呗 是吧 全程查路不缺 等综合防控措施 全面发起清邻的攻坚战 哇 杀气腾腾啊 大的真的要来了 为什么呢 就是今天我说了孙姓孙的 这玩意啊 这狗腿子 这老婆娘 这个是个死神 他去到哪里 那是哀鸿遍野啊 叫做春草不生啊 这玩意去到哪里灭哪里 这个孙孙权啊 那是要盯上这个历史的始入主的啊 所以他这为什么现在有的人 就死死命的支持 洗嘱 洗包子啊 就洗包子一下来 你想想这些人死的很惨 啊 要被清算的 所以说他们 孙城南干嘛 他说啊 现在 他就 créer 其实这个是给他自己贴金嘛 他说上海的共同抗议 是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他说的我感觉也是有点推卸责任 他说在上海领导的共同抗议上 他也不说自己 就有点就到时候搞砸了 但上海领导搞的呗 所以就是有点点甩锅 我感觉你也不说习近平 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疫情传播指数 来了个疫情传播指数 不知道哪里来的 从当初的2.27下降到现在的1.23 我感觉他突然拿出来这么个东西 证明他没东西可吹 没东西可吹 没有其他的 确诊数目估计也不好吹 然后只能吹来了个传播指数 然后早日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 指日可待 你看张当时那个我说那个神棍 那个叫张伯李 那玩意儿 他说4月中就解封 他说上海4月中就搞定了 搞定了没有 现在不是4月中吗 所以就神棍 整天要人吃 吃什么中药 就是我们早日实现社会清零的目标 指日可待 我们要加强继续加强 早日打赢这场歼灭战 你看吧 这个孙春南就发话了 然后中纪委 中纪委也说什么 不让躺平市领导有立足之地 傻气腾腾 你想想几个一出来 你就知道后面上海 那还要用更强力的措施 把人关死 今天还看到一个 你看综合几个新闻 你就能够证实这个小道消息 大概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 所以教大家分析问题 4月14号 这个吉林省宣布实现疫情防控的社会面清零 实现了社会面清零 现在几百例 那可是都是防控区 他没告诉你防控区有多大 防控区占了全是小区的90% 只有10%的小区不是防控区 那10%的小区实现了社会面清零 不就这个意思 社会面清零 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开始逐步恢复 事实于天的战役历程证明 动态清零是科学的 是正确的 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你看又是不断的给这个清零战队 有很多这个就是有点像以前嘛 叫做什么右倾投降主义嘛 以前的中共历史上啊 这现在的这所谓共存派 他这个在党内 他就叫做右倾投降主义 就跟以前我们学历史 那个以前的那个投降派是一样的 我们要坚决清零啊 要坚决坚持下去 所以几个联系在一起啊 你看这吉林省一系列快速科学精准 哎 野蛮就野蛮 这快速科学精准 落到实处一定能实现动态清零的啊 动态清零是正确的 是符合国情的选择 也是当前抗击疫情的最佳选择 哎呀看这这几句溜的嘛 反正就就拍马屁啊 坚持就是胜利啊 坚持一定胜利 这这样下来你也知道啊 这个之前这个 呃 转演这个截图啊 这些啊 上海要禁末一 呃一周 那估计是真的 就是全部人都不给出门 全关死 嗯 然后啊 我顺便说一说啊 很多人说到啊 我看到什么狗哥啊 频道都有说那个张江人才公寓 那个警察那个对话啊 当然很多人是把他当笑话来看 我是挺纳闷的 我当时挺听那个警察 不是那个警察说什么 呃 我们也是被逼的啊 现在是国际大刑事导致的吧 呃 然后又来了 我们要跟美国打仗啊 啊 然后 呃 你们不要再闹了啊 我这个 就是 就是这样说了一通啊 就我这个感觉莫名其妙的 你就无端端的 就是这 这不就 你亲 你是一个清理租客的 这么这么个行为 怎么一下子拔高到呦 跟美国打仗啊 这个这个这个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阶段 呦 怎么回事呢 你你觉得很老奇怪 老奇怪了 听听他这个这个是这个话 你就感觉 就其实非常像什么呢 我想我想在这里剖析一下这个警察 警察说的话啊 特别特别像什么呢 精神病人 精神病人就是这样的啊 就是你发现他好像有 哎呦 怎么回事啊 哎呦 我们不是清理租户吗 我们那个可能是有一些赔偿的问题 或者说有一些 我我为人家你按照合同 我不走 我可以不走的吗 要要你按照合合理合法的 按照法律流程流程 哎 你可以让法院来来强制强制执行 你可以给我发个通知啊 走法院流程 法院给我判啊 说现在的我可以走 然后要是吧 你可以按照正规合理合法的流程来走 对不对 然后按照法律 什么防治法也可以啊 你你去法院判 判完了啊 有个流程走下来 那你明显的没有走这个流程嘛 是不是啊 然后又突然间就来个什么 我们要跟美国打仗了 啊 这个现在就没有办法的国际大形式 哎呦 我这操 你就会感觉很 有的人是觉得很搞笑啊 但其实显现出来 现在这一批眼 还不是有利益这么简单 有的人说上海现在是利益小领导啊 这个在赚钱 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 因为你想想就就习包子这么几年呢 下面的官员就是自己赚点小钱 然后就让这个习包子 你看这个中共体制在在全球搞得这么难看啊 我觉得可能性是不大的 是吧 你现在全世界都看了 那习包子也没有脸面啊 对吧 你下面 你说句不好听的 你能赚多少钱 你说贵 其实就是应该贵 因为你那个物流不通畅嘛 那个货物就紧张嘛 所以就贵嘛 这个我觉得跟小领导 他当然也有赚钱 但是我觉得不是主要原因 就是更多的 你看到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利益这么简单 我们面对的是我反而我看到这样一个这个警察的这个话啊 我是突然间回过神来 我们可能不只是面对利益这么简单 这群人可能他们是一个邪教式的宗教式的 有那么一点就是他里面的教育 我估计在军队里的警察的教育里面 他可能是 这个毒是美国投毒 美国是这个什么军运会的时候已经给我们投毒了 然后他们是恶意躺平 然后让这个病毒传播 然后就搞我们中国呢 所以现在是国际大型 他估计是有一套 所以这个警察你要看出来 有一个洗脑 还有有一种就是 洗脑洗多了就是精神病嘛 他就是一种很偏执 你像一个住户不搬就变成了一个国际大型四楼 精神病人经常出现一个逻辑什么呢 我可以给大家讲讲心理学啊 你以前学法学的时候也也是学过点心理学嘛 精神病人经常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我们是被逼的 就是精神病人老觉得他是被逼的 就说 不让美国逼我们 什么到哪里逼我们 这就是精神病人往往就经常是这样的 他就觉得全世界逼他 你不要逼我 所以就是 当然我们还看到很多的这个张献忠啊 他他也是 当然他最终走上张献忠这种行为的时候呢 往往也是精神肯定不太稳定的了 是吧 这个都肯定都是 就就是混在一起嘛 当然他本来是个正常人啊 也是逼疯了嘛 什么叫逼疯了 是不是 所以就这个 你看现在这些警察啊 我们也看出来他们就是有点疯 这群警察这不太正常了 他这不是不是一个正常犯愁的这么个人 他这简直是 就是疯了 各方面 他对吗 但因为好歹在前面 其实这群众没有逼他们啊 但是他他就好像都不知道了 可能上级领导有要求还是什么 他就真的有有点就是 疯啊 啊 这个特别那种精神病的那种特质就出来 没有逻辑嘛 你无端端怎么就扯到美跟美国打仗去 是吧 所以 面对的是什么啊 为什么我要说一说这个警察 你我们要明白我们面对的是什么 面对的这一群人 他不只是利益驱使 他还有点这个邪教组织的这么一点一种特征的里面就是这种精神啊非常的偏执 然后特别的疯狂啊 所以早早早早吃早吃啊 所以这这为我特意提一下就他我也是思考一下这这个警察怎么回事 他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啊 剖析他的背后的心理因素 然后如果我们面对的这群警察他受的这种教育吧 他们也有这个什么党校啊 什么啊 经常培训嘛 他面他们是这样的私度培训出来的话 呃 那那简直就其实就跟那种什么拉脆洗脑是差不多的 如果这样比利益更恐怖 利益好歹是可以讲道理的 你给他利益 他给你完成个东西 但是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疯子 面对的是一个邪教般的东西 那我觉得比利益集团还要恐怖 利益集团好歹可以勾兑勾兑啊 如果他妈他是疯的 那那就呃 我觉得大家要小心了啊 所以要小心了啊 所以这这些两个主题起来都就是就是聊来通啊 就小心小心加小心 那先说到这 觉得有点意思 点到那边分享 拜拜